作为自己表达自己的喜庆喜悦的感觉 在古时中国女子出嫁的时候 母亲必为女儿亲手缝至云间 这表示欢喜出嫁 在天宫慈城DIY创与园区里头呢 还有让民众可以亲自体验 中国女性传统工艺的DIY体验区 来到这儿的民众不妨到体验区当中 是有个创意的香包来作为纪念 来到了DIY手工创意园区 不一定眼睛看得到 也可以自己动手做DIY哦 谢谢我们吉老师 还教我什么打这个 今天我们吉香节对不对 好 那首先我们应该调制的绿色 好 负责外景采访的乙乔呢 总算是有了自知之明 出现和的女孩子家 还是打个中国节 凑合凑合算了 有件成型了 对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像一个花罐一样 对耶 可以把它弄成项链或是配饰 这样好看吗 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吉香节 在母亲剪纸馆中 涵盖黄河流与各地不同的剪纸 还包括陕西十四位老大娘的剪纸作品 一般人肝纸中的将着年糕就是白年糕 又成银托年糕 半只马长 成井子形 层层叠起 这是最具年味的食物 即使在富南时期供应再出井呢 每家每户也都能配上一点 这白年糕最具本色 定为花巧 就像是纯洁无瑕的村姑 浅装淡末走向你 吃法呢 一般呢 是煮的话呢 我们有烧咸的 有炒的 咸炒也有 淡炒也有 青菜煮啊 咸菜煮啊 又煮甜汤了吗 甜汤呢 就是下两个蛋嘛 就是蛋跟年糕 甜煮的这 现在刚好这个是咸 对对 然后这个呢 是甜的 黄豆馅的 这是按照你自己选择来 以前做年糕都是大部分人家做的 大家体现它 大部分人家的宽宝大俩 你看百姓都可以吃 或者吃足迷运菊 都来尝一下 那么大家分享 我做年糕的快乐 分享一下 听了这么多动力 就正这一刻 嗯 好吃哦 我通常这里面的鲜肉 是我刚刚加 加的比较多 然后 像吃起来 这个年糕口感 真的很不一样 它比较柴 而且比较Q 跟一般啊 我们在家里面吃的年糕 是比较绵性 比较高 这种不一样 纯净的白年糕 点上中国的年色之后 更增添几番喜气 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把这个创意园区就取名为天工磁城 尺尘就是在这里了吗 是的 加上天工的意思 我们工艺很好 叫巧夺天工 对 中国人为什么天工呢 天就是大自然 工就是人工 人的工艺要符合大自然 不要破坏自然 所以这个我们祖先的这个 这个名词非常好 我们就希望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在尺尘 我们就跟大家研究 就叫天工磁城 最后别忘了到磁城县衙走一趟 这一座县衙创建在唐开元26年 公元738年 是由第一任直县房管所建 最初呢 是建在福壁山上的 既是县衙 当然就少不了工堂跟刑房 然而栩栩如生的二项背后 究竟有多少真相 多少假象呢 往往就决定在 父母官的一眼之间了 但是想一想 在中国封建的几千年当中 究竟出过几位好官呢 一座四家藏树楼 叫天一格藏树楼 它是世界上目前现存最早的 三座四家藏树楼之一 现在呢 我们来到宁波 要了解天一格的历史 中国自古爱书城 吃者 大有人在 但是能像明代范青 爱得这么彻底的 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了 有人说没有来过天一格 就不算到过宁波 为什么呢 因为天一格 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久的 资人藏树楼 也是亚洲最古老的图书馆 还有当然它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久的民间图书馆之一 到底这天一格有什么样的名人之处呢 就跟我一起进去一看究竟 走吧 天一格藏树楼建在民家近四十到四十五年之间 拥有永久精深的藏树文化 还有古婆典雅的建筑风格 这是范青为后世留下的一笔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南宋时期 中国文化中心的难移 江浙这一代的文豪跟藏树家 是层出不穷的 大藏树家泛清辞官之后 整理幻游时所收集的各类典籍 并不断地增加收藏 为处其所藏乃建的天一格保存藏树 天一格 取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么样呢 它是范青取自《易经》里面的一段话 那段话倒出来有八个字 天一生水第六成之 整个是以水克火的意思 因为他写的书被爬着火了 所以说在这个名字呢 本身又反映在他的建筑上面 有的它呢是两层的木结构建筑 上面是一大空间 下面的八个字的六开机 整个都是以水克火 历大有许多的藏树家 但藏树能够保存百年以上的 并不多见 范青何以能够藏树保存至今呢 我知道范青对于他的藏树楼呢 要求非常的严格 似乎好像有规定非常严格的家训 那可有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这边呢就是范家的一些家规 首先第一条是最主要的一条 烟酒切记登楼 因为烟跟酒都属于易燃物 这个是为了防火的防火非常的重要 那其他呢 还有一些比较细节上的要求 那像这边这条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惩罚了之后惩罚非常严重 就是不能把书拿去点荡掉 那不管他在此 所以各种原因把书拿去点荡掉以后呢 他的惩罚是 不仅不能随在家里面的祭祀 会被逐出家门去 还是被打出去的 哇好严重哦 如果你一旦把书点压掉 不管是点压几分 你就是被逐出家门这样子 对对 那其他还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呢 就是他说里面的桌子椅子都不可以乱动 那惩罚也稍微轻一点 那家会来说就是不能穿 不能吃饭啊 什么什么这样子 那我有点好奇 为什么那个桌子椅子不能乱动 因为他就觉得 古人嘛 可能觉得风水上面 有一些 他觉得书非常重要 就想来说 这是他一生的一个事业 这一格的藏书 曾经因为重铸损失惨重 所以范青跟他的后人呢 一直注重防渡工作 我感到非常好奇的是 看这两盒的书柜 就跟我们一般摆书的一样的书柜 就摆在这啊 真的可以达到这个防潮防湿的效果吗 可以的 那他的这个柜子呢 都是两面都能打开的 这个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许眉 在柜子里面呢 他有那样写白色都在 哦 那个里面装的是 他装的是云草 他有一种芳香 可以有它的虚虫 哦 另外他会在这些书里面都夹上一些云草 让它的功效更大一些 他很细心耶 对 夹上去 然后呢 还会在他这些书柜的下面 都放着一大块的石灰石 石灰石可以吸桃用的 哦 对啊 石灰石可以吸桃 这个都在书柜上面 把石灰石 对 嗯 那还有呢 他还会在每年夏天 在梅雨季节的前后 书都全都拿着亮出来两次 天哪 这个工程上就很厉害 对 他的书这么多 那想必那时候 到这个晒书亮书的时候 已经是动员全家族 对对不对 大家都搬着那个书井 然后到院子里面去晒 对 哇 所以说 有此可见 范琳是真的非常的爱书 哦 对 也就因为这样子 藏书楼的书宰 可以都说藏得这么好 嗯 藏书楼的另外一个大祸患 在于火 天一格的四周 建有防火墙 在阁楼前方呢 还有天一池 而天一生水 以水克火 平日以水入池 蓄水用以防火 哇 刚才过来的几个湾 就从这个 办事故具所 把我这个请示支持 可是小雕 我发现 这边的这个建筑啊 跟刚刚办事故具 完全不一样 是年代上有差别吗 年代上有差别 这边是民国实体建筑了 1923到1925年 这种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的修建者 不一样了 嗯 那这边这个 祠堂的主人呢 叫秦军安 他是一个富商 因为他在家族里面的地位 比较低微 所以他故意修建的 这么故隶堂皇 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哇 首先一看 大家发现 这古戏台的里面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哎 虽然之前呢 我看过很多古戏台里面 有这个枣井的设计 可是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经济辉煌的 对 我们这个枣井的结果是非常少见的 它是木质的组毛结构 有冰冰字笔 用上千块的斗篷毛起来的 而且仔细看一下呢 每一块的斗篷都是一个如意的形状 如意 所以它就是吉祥的象征吗 对 而且这个顶呢 不仅是有装饰的效果 它还有实用价值 都需要音箱的效果了 音箱 应该不会就是 表演的时候 我们都要插点的那个音箱 对 这个顶它是能放大一点的音量的 秦氏之词 拥有独特的此堂文化 跟精湛的民间工艺 像是古墓镶嵌的家室 家具 竹筋木雕 金银彩绣等等 不仅用要讲究 手艺能更是金绝 这些在生活文化当中 郁郁而成的传统工艺 它呈现了专属宁波的独特风格 麻将是中国的国类 很多人都喜欢打麻将 可是你们知道麻将的由来是什么吗 如果想知道的话 一定要跟着雨桥 到宁波的麻将博物馆走一趟哦 什么 三千一 等到我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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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吧 现在谁做装 好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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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可不可以